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 与未来发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叶思敏 今天节目我们要带您来关心到 国际都在关注的议题 缅甸军方残暴的镇压 持续在当中 已经演变成了血腥镇压 军警在街头持枪射杀了 示威者 光是14日一天 至少39人就被杀害了 是政变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由于示威者质疑 中国在背后支持军政府 也引发了当地的反中情绪高涨 最大的城市 仰光莱达亚工业区 遭人纵火 我们带您要来看到的是 超过了30家的中资企业受害 预估的损失金额 已经达到了2.4亿人民币 换算大概是10亿元的 新台币 而中国的外交部终于看不下去了 罕见说了重话 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记者会上面这样形容 他说这次的缅甸 针对宗资厂的事件 是性质十分恶劣的 并且呼吁禁止一切的暴力行为 也让中国跟缅甸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复杂 不过记者会的现场 还有一个插曲 有外媒的记者提问 质疑中国要求缅甸的警方 去保护中国的企业 是中国在干涉缅甸的内政 针对此 赵立坚是直接批评记者的问题 可笑 他还说 政府当然是有责任 要确保公民安全的 他反问 这怎么就干涉缅甸的内政了呢 另外来看到的是 外国直接投资缅甸来源国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 画面上可以看到 第一名就是新加坡 接着就是港资了 还有中国大陆的部分 投资的金额 光是中国的部分 大概是将近20亿美元 而台湾的部分 也在十大排名中 是榜上有名的 可以看到 包括了中国跟台湾 都有大力的投资在缅甸 而中资厂这一次受到冲击 台厂也无一倖免 知名的台资鞋厂 同时也是全球知名的 运动鞋品牌代工厂 也遭到攻击了 暴动的当下 这家鞋厂的部分设施被烧 另外业者也表示 当时确实是有报警的 却因为堵路 警方过不来 就怕示威暴动再次的扩大 台湾的外交部终于建议 台商以缅甸的文字 在建筑外标示台湾企业 并且去悬挂国旗 避免遭误判是中国的企业 而我们也联系了目前 人在缅甸的缅甸台商会总会长 不过由于当地 目前网路已经全断了 我们也只能透过电话 来勉强跟总会长的部分 去保持联系 他说暴动的当下 台商们确实是撒坏了 目前还有许多的员工是关在家里面 他们不敢出门去上班的 明年当地也实施了宵禁 在部分的时段不得出门 而台商也表示 就怕这场政变会越演越烈 一发不可收拾 已经有台商还有外资的老板们 开始讨论 是否考虑将生产基地移出缅甸 去其他的东协国家 像是邻近的越南 柬埔寨 泰国等等的地方去做生产 不过这后续都还是一切有待观察的 今天透过节目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缅甸政变的最新状况 还有中资台厂 在当地经商 因着和缅甸复杂又敏感的政治 外交关系 可能要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 手持斧头汽油冲进工厂 到处乱砸 重火烧工厂 缅甸仰光如同人间炼狱 反政府示威越演越烈 示威民众因为质疑北京政府 力挺军政府 攻击中资厂商 推特上甚至出现 有人警告缅甸军政府 每杀一位平民就烧一家中国工厂 似乎把中资工厂当人质 让当地陆籍干部 生命陷入危险 中国官方证实缅甸第一大城 阳光莱达雅区 有超过三十间中资工厂被砸 损失2.4亿人民币 换算新台币超过10亿元 外交部也终于说了重话 这次事件性质十分恶劣 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缅甸使馆 第一时间 从缅甸中国企业商会 和相关企业取得了联系 迅速要求当地警方 采取有利措施 保障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不过真的是示威民众重的火吗 引发外界揣测 是缅甸军人故意穿便服 闯进场区破坏 遭质疑根本是自导自演 也让中缅关系变得更复杂 中国大陆本身就非常坚持一个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外交原则 如果中国大陆借了缅甸的这种政变 去非常明显的 过多的干预到缅甸的内部的政事 或者是协助缅甸军方打压 这个民选的领袖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风险是蛮高的 缅甸反中情绪高涨 冲击入场台厂也无一幸免 包括当地网路权断 台厂表示仅能透过电话 对外联系 根据统计在缅甸投资的台厂 超过了250家 包含了电机电子 制携陈衣 金融运输 橡胶食品等等 就怕波及扩大 台湾外交部呼吁台商挂上国旗 避免遭误判为中企 光是14日一天 至少39名抗议者被杀害 自政变以来死亡数最多 抗争者既恐惧又悲愤 绝望心情笼罩全国 军政府继续开杀戒 让联合国再度声明严厉谴责 但却于事无补 军方不甘失落 武力震报不断升级 包括了莱达亚区 陈衣重镇雪比达区 由国营电视台宣布全面戒严 与此同时由日本北海道大学 替缅甸打造的首美以升空卫星 据报道被日方扣留在国际太空站 主要为了防止缅甸军方将卫星上的摄影机 用于军事墓地 民众已鲜血控诉 军方屠杀暴行 也在国际掀起强烈隐忧 欢迎新闻杨阁言心仪 叶思敏综合报道 好 这场缅甸反军方的政变越演越烈 波及境内多间的外资厂房 台湾外交部是呼吁当地的台资 要挂上国旗与牌式免得无辜受到波及 针对此事件 中国至今仍然是没有用政变两个字 来形容缅甸的动乱 也加深了缅甸当地的人 是怀疑中国是否勾结缅甸军方 而接下来恐怕掀起 中资厂房的破坏潮吗 但现在又有外媒在爆料 这些外资工厂纵火的事件 都是军方刻意所为的 借此要加大镇压的力道 还能靠着保护中国企业 得到抗衡国际制裁的实力 是这样的吗 灵堂上摆满鲜花 祭奠逝去的生命 父母哭得肝肠寸断 但他们知道 儿女们是为了国家奋战 越多同胞死去 燕甸民众反击军政府力道越大 这把火也延烧到主当地外国企业 台湾企业厂房与设备遭抗议人士纵火 十位干部一度受困 现在外交部建议挂台湾国旗 及标示台湾企业牌子 避免遭示威波及 因为民众愤怒的对象 是被怀疑与军政府勾结的中国 我们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从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中国媒体指控缅甸人权网络组织 创始人的推特贴文威胁缅甸军方 若有一个平民伤亡 就会有一间中国工厂化为灰烬 而截至当地时间15号 驻缅甸中资已经有32家厂房遭破坏 员工受伤 财产损失估计达相当超过台币10亿 中国驻缅甸使馆 第一时间从缅甸中国企业商会 和相关企业取得了联系 迅速要求当地警方采取有利措施 保障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 彭博社记者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犀利质问中国要求缅甸军方 保障中资安全 是否有干涉缅甸内政嫌疑 遭到发言人赵立坚当场炮轰 问题可笑 但看在外界眼里 恐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引述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说法 表示有大量照片目击者为证 缅甸警察堆放可燃物 代表都是军警自导自言纵火 中国可以长期观看 然后尽管它 无法反应对政府组织负责人 政府组织负责人 政府组织责人知道 中国是他们最终的命线 如果有权利责人 尤其是外界的观众 会向他们的战略 崔少哲表示 军方纵火能转移外界对血腥镇压的焦点 由嫁祸示威者提供合理镇压理由 同时靠保护中国企业再赚一笔钱 如果动机属实 消息散播后 面电是否会再引发新一波排华潮 值得关注 环宇新闻 郑玉轩综合报导 好 可以看到 缅甸的反政变示威 已经升级到几乎天天都有流血冲突了 目前各方制裁的进度 还有被软禁的翁三苏姬的现况又是如何呢 这边我们请到国际中心的资深记者徐立山 来带我们了解 立山 好 被软禁的翁三苏姬现在又最佳一等 被军政府控告 任内收费60万美元外加黄金 为了跟军方抗衡 以前跟翁三苏姬是同党同志 又逃过军方拘捕的一些全民盟议员 现在就共组临时文人政府 我们简称CRPH 然后推选前国会议长曼温凯丹 来当代理的副总统 带领大家革命 现在已经获得缅甸境内至少十个少数民族相挺 不过军政府也警告了 CRPH的成立已经触犯了叛国罪 最高可处22年的徒刑 我们再来看国际间的制裁力道 联合国旨 缅军血腥镇压已经构成了违反人类罪 呼吁各方加强施压 目前又以美国相对积极 财政部之前才加码对缅甸军头 敏昂来他两名子女掌控的六间企业技术制裁 也一并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接下来我们再应关心到的是新冠疫苗 实在太抢手了 菲律宾当局为了要分一杯羹 居然还向英国和德国提议 如果愿意捐赠疫苗 就同意让当地大批的医护前去 这两个国家的前线去工作 消息一出之后 让菲律宾当地的医护人员非常的愤怒 他们认为政府把他们当成了商品 以物易物 事实上菲律宾出口医护人员 早就行之有年了 这部分也要请到丽珊来为我们说明 丽珊 好 菲律宾医护一直是出口劳力的一部分 这要从90年代末期说起 当时政府注意到 除了原先的居家看护 基础建设劳工之外 在欧美还有中东市场 也很缺护理人员 所以菲律宾开始以出口为导向 来大设护理专科学校 然后在学生毕业之后 透过仲介把他们输出到海外 这样的护理产业链 在金融海啸那段时间 也一度出现挑战 因为市场需求减少 国内护理师又过剩 怎么办呢 只好以平坚制度来大举淘汰 素质不够好的学校 既然有完整的培育制度 这么多年下来 菲律宾国内的医护人力 理当要够 但实际上却不然 除了政府强推出口策略之外 很大一个原因来自于 在国内工作薪水太低 菲律宾很多公司丽 因缘是以约聘或时薪剂 来请护理师 每月薪资大概落在 4000到1万批锁 也就是在新台币 2350到5800元之间 但去海外拼 向美国最多就能拿到12万 何乐而不为呢 后来菲律宾总统 居然又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护理师的薪资 最高不能超过1万批锁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5800 这才引爆了反弹 大家串联提告政府 希望能将基础薪资提高到台币 一万八千 但这场官司最后是在 2019年获判胜诉了 不过政府却在去年编列预算时 以时间不够处理拖着 到头来问题一样无解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以物易物 菲律宾为了抢救命药 居然把脑筋动到他们身上 提议可以输出医护 到应得两国前限换新冠疫苗 我们当初读到 我们会突然感到悲惧 我们会感到疼 菲律宾疫情还没止住 政府倒是先放宽禁令 派医护到海外赚钱 因为这样的劳力出口 算下来每年可让菲律宾 净账300多亿美元外汇 为了拿疫苗 政府打算进一步取消 一年最多派5000名额的人数上限 计划一公布不止本地医护反弹大 英国也委婉拒绝 指出现在在健保体系NHS服务的护理师 比去年多了一万一千人 其中多达三万名是菲律宾籍 就算境内疫苗太多 也会捐给Calfax是位领导的共享平台 菲律宾出口医护行之有年 加上讲英文也通 欧美爱用 还有国家寄出特殊Visa抢人 怎料杜特地政府 这回误判情势 估计用医护换疫苗 到头来应该无疾而终 欢迎新闻许立山综合报道 新加坡面积狭小 但排碳的程度 却也在亚洲名列前茅 就有业者在当地的集水区 设立了一座浮动式太阳能电厂 完工之后 总容量可达60百万瓦 协助新国达成 净零碳太目的 来关系到新加坡 当地的面积狭小 但是排碳的程度 却也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 就有业者在当地的集水区 设立了一座浮动式的太阳能电厂 完工之后 总容量可以达到60百万瓦 盼能协助新国政府 在未来要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 也能应对气候变迁 带您一起去看 工作人员费力挪移浮动太阳能板 进行组装 放眼望去这一大片水域 未来都将成为 新国浮动太阳能电厂的 一部分区域 所以后面脱离了屋台 充电的土壳 很厉害 最大的可能性是 其实是我们的水区 我们在新加坡有很多泥坡 我们在新加坡能力 可以在同时使用泥坡 和泥坡 这座浮动式太阳能电厂 就位在新国西部集水区的 登革蓄水池 电厂将从湖面延伸至 柔佛海峡 占地相当于45座足球场 完工后总容量预计达 60百万瓦 副总裁认为要应对气候暖化 太阳能就是最佳的能源方案 新国早在去年宣布 十年后碳排量要降到 每年6500万公吨 2050年要再减一半 而根据新国政府 二月公布的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 希望太阳能装置能成长四倍 因此学者认为确实需考虑 所有部署太阳能装置的方案 才能达成新国净零碳排的决心 针对这项庞大的能源方案 计划副总裁说 这将能开创先例 期许未来能有更多的相关开发案 不过尽管新加坡三面环海 但同时也是国际重要的海运枢纽 因此水域空间其实也有限 未来将如何永续经营 又不影响到航道使用 也成新国未来的挑战之一 环宇新闻 林博宏综合报道 柬埔寨 梅宫河的水域的水位 不断地突破新低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冲击 原本当地的鱼类资源丰沛 更开始出现了捕不到鱼的窘境 其中原因当然也包括了 过度的开发土地 建设水坝来进行水利的发电 而这个矛头现在更是直指向了 中国在湄公河盖建的11个水坝 并将水坝的运作完全掌控于手 是损害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利益 进而演变成了地缘政治坟争 这几条间的滋滋响的鱼不是现捞的鱼货 而是前一天这名柬埔寨渔夫田尤索 好不容易才捕到的 田尤索说他通常在洞里萨湖 还有湄公河地区捞捕 但现在都没有大鱼了 以前在雨季的时候 一天可以捕捞到三十多公斤的鱼 但现在可能连一公斤都捕到 专家表示水位低有几天 最有关联的就是水力发电 再来就是建设堤防 还有砂石的开采 导致森林覆盖率变低 都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 甚至是气候的变化 湄公河原本是水资源 非常丰沛的河流 旱季和雨季都很分明 但中国在湄公河上建了十一个水坝后 湄公河便开始频频出现水危机 该有丰沛水源流入湖泊的时间 经常被推迟 海中生物不足以为生的水位 影响生命周期的不规律水源 从生态上都能试着去调整 但湄公河湄矿域下的水位 背后原因恐怕是出自于地缘性政治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表示 中国建立的大坝 在以不透明的方式操控水量 损害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利益 中国的十一个水坝 就像是一个水资源保险箱 中国境内水不够时 下游国家就更干枯 而中国水量过剩必须泄洪时 下游各国就要遭受洪灾 把控端都在中国 看似正常的资源利用分配 但实则是否正在危害下游国家 水资源争夺恐怕成为 湄公河区域国家的不定时炸弹 环宇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说说东协市戴宁花 几分钟的时间了解东协国家现况 首先戴宁关心 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持续 针对此联合国安理会 近期是通过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严厉地谴责缅甸军方 对付和平示威群众的暴行 并且要求军方克制 接下来戴宁关心到的是 越南当地的河内市 胡志明市还有海洋省 近期是展开了首播的疫苗施打 优先替当地近400位的 前线医疗人员来做接种 根据了解 越南先前向阿斯利康 订购了3000万剂的疫苗 在于2月24号的时候 已经收到了第一批近12万剂 展开施打 最后带你来关心到的 也是越南当地的卫生部 表示自制的首支 新冠肺炎疫苗有机会 在今年的第四季正式上市了 根据了解 目前当地供四家药厂 从事相关的研发 还有生产 最快计划在2022年 就会开始推广使用了 以上是本周看见 新冬邪的节目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到的是 疫情在全球蔓延 却也带动了宅经济的商机 部分的产业 尤其像是5G面板 车用晶片 都在近期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问题 让台厂是靠着电子实力 对外出口不减反增 其中对东协出口的部分 在去年经历了 惨淡的前三季之后 10月开始转为正成长了 显示东协也已经成为 重要的电子供应链核心基地 而另一方面 台厂也改变了过去在中国 还有东协市场中 选边站的策略 改在两地都来做布局 分散市场的风险 更多的细节下周我们带您持续了解 节目后也欢迎您搜寻 怀宇新闻网 又或是YouTube 怀宇新闻频道 看见新东协节目 我们的影片也会同步在网络上上架 欢迎您来留言互动 我是YES米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